那如果說你有十次 那你就怎樣 當然也是可以啦 一直貼貼貼貼 全部都串接在一起 那這個地方可以把它打開來 只要你公式沒有錯的話 結果一定正確 所以你把它打勾 有沒有 然後向下填滿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幫我加起來 因為李世遠 他第二次就沒參加 所以還是1.5嘛 對不對 那陳世傑第二次還有參加 所以他本來3小時 再加2小時 就5小時 那其他的話 這個老師沒有參加 那就0個小時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把這一個範圍 把它做完 做完 但是如果你們將來遇到類似的這種 比如說範圍的話 如果你會覺得說 老實在這個範圍 感覺 會讓公式變得很冗長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如果說 擔心這個地方公式再冗長的話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是第一種方法 對不對 你可以用第二種方法 就是在這邊 在計算的之前 你可以先把這個研習時數怎麼樣 把這兩個研習時數有沒有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名稱 那名稱的話呢 有幾個方法 比如說這個是姓名 研習時數 你可以把這兩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在公式裡面 從選舉範圍建立 記得選什麼 頂端列 對不對 那他會產生一個姓名跟研習時數 按確定 OK 那這邊也是一樣 不過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你在選 然後再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的話 會重複 所以怎麼辦呢 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這樣子 把這邊先改二 這邊先改二 那等到建立完之後有沒有 再把它改回來 這樣也是個方法 頂端列有沒有 按確定 那你可以看到 名稱管理員裡面有個姓名 姓名二 研習時數 研習時數二 那以後如果說 你們要做那個公式的話 這個再把它改回來 然後 你就可以用一樣的方法 第一個插入 最近使用過的三米符對不對 按確定 這裡剛剛是用選的 不過有時候選真的容易做錯 而且比較麻煩 但是如果你定義名稱之後的話呢 以後不用選 你也可以不知 你也可以不用知道說他在哪個工作表 這個時候你只要記得一個按鍵 哪個按鍵呢 F3 有沒有 還有印象嗎 很重要喔 定義好之後 再來F3 以後呢 直接怎麼樣 選就好了 姓名 那你要不要按 要不要鎖呢 不用鎖 只要是 定義為名稱之後 你也不用去管說 那個範圍要不要鎖起來 因為你上下填滿 反正他就固定在那裡了 然後 Criteria 就是這個 然後範圍的話就是F3 他的時數把它加起來 OK 按確定 這樣也可以 這就剛剛的第一個步驟 有沒有 第一個 那後面的公式的話呢 就把它加起來 把前面的怎麼樣 公式再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它貼上 這邊再加個什麼 2 對不對 再加個2 如果你有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你會發現呢 兩個比起來的話 哪一個 會比較簡單呢 貼上 然後這邊 這邊改2 這邊改2 然後打勾 這個延期時數 做出來之後 一樣向下填滿 一樣 可以 做出結果來 沒有問題 OK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你會發現公式如果比一下的話 基本上當然 這個 跟剛剛的公式一比 你會發現這個應該簡潔多了啦 所以 哪一種方式比較好呢 我覺得啦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 會 比較建議你們用第2種方法 好 不過第2種方法也許你還不習慣 有很多同學對什麼 公式裡面的這個 從選舉範圍不太熟悉 不過我覺得啦 你慢慢做久了 你會發現這個方式真的比較好 比較好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兩種方式 就是說一個是直接用選的 一個是 從選舉範圍建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